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写明第一个想法不能一面倒 一档度大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我认为在槟城的成绩 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表现 不会说你胜三细 或者是输三细 基本上是你胜 就胜到超过三分二 不然的话 你就是输到垮 所以你可能可以说这个表现短 这个就是一将来的局面 明莲在上一届大选成功拿下了 冰州一席40个席位的30个席位 那随时明莲瓦解扣除了一党的一个席位 目前的希盟是有29个席位 可是这29个席位只要在来街大选 再丢失三个席位的话 我这就能够否决他们的三分之二优势 和林冠金持有不同看法 歇师坚指出 冰州开始涌现国投火箭 州投国阵的声音 也就是说民政党要拿下三个州席 不是不可能 2013年他们都没有问我 因为他们心里有数 他们多都是法人要投向反对党的 这一次很多人问了 说要怎么投什么 所以他们会认为说 好像有个口号说 这个国投给行动党 州投给国阵什么之类的东西 行动党要自政部阵 你国给他 州票给他这样多 真的我没有便宜 真的冰城的人 他们现在在心里 他们有在打架做 所以这一次可能 行动党搞得不好 可能会给民政党拿去删析 一般相信 来自他的选活 却在冰城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亲自民政党要拿下 13个州席和4个国议席 确实不容易 那不过当真要就信息喊话 表示城门一打开 就得豁出去给拼了 一个议席也不能少 从原本只手打破零议席 撞到反对党 到后来干脆放话 要攻陷所有竞选的议席 民政党的策略显然加大难度 艰难 但是我还要鼓励我的 我还要鼓舞我的这些队伍 我们必须要打胜每一个选区 我没有讲我一定会赢全部选区 但是我打仗我一定要赢 我一定要赢 打仗不赢就不用打吗 我一定要赢 但是能不能够赢是另外一回事 我一定要赢 没有一个人进入战场 说没有 我只是要来打打爽爽 打打爽爽 不用打 这番话会不会被抵挡攻击 只是沦为纯粹的信心喊话 邓张耀说 我坚望了当初也是这么走过来 还抹杀了民政党执政 将近40年的贡献 不过抵挡护射箭把来兵家尝试 最重要的还是选民怎么看 是 如果能够赢 更多了 更多了 只要可以赢 更多了 就能够赢 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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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准备 一丁一丁 为什么 很好嘛 他真的很好 这很难 跟马华也是一样很难的 你觉得他们还是没有办法突破零吗 好 不可能突破零 不可能突破零了 为什么 为什么 难讲 就敏感是不敢讲 敏感 面对民政党来势汹汹 林宽英坚称绝对不会轻敌 党员不应该拥有包赢的心态 因为投票率的高低 和其他外围因素将牵动胜负 八都空间张雨林 张俊杰专题报道